好 那我們最後一場 一樣是跟 也是可以把有關的東西啦 先謝謝大家 那我們 等一下 因為剛剛大會有通知說 我們一定要四點結束 對 如果 總之就是這樣子 對 如果有垃圾的話 先撿一下 謝謝大家 好 那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喔 我先講一下 他很新的隊員 然後我認為他的興趣是 我認為他全是關於語言 不只是關於語言 但也就是英文和日本語言 所以那是為了我介紹英文 但是他沒有怕 不怕 然後 考慮一下 沒大沒小 這真的幫忙很幫忙 好 回過頭啦 我在用中文講 那再來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DevOS DevOS的話 其實工具這件事情 應該是越多工具越好用 那等一下他要介紹的這個Keycark 其實也是他用大概不到一個月時間 就把我們打通了那個Keycark 然後Huburn GitLab 還有SonicCube 這整體的一連串的工具 去練這樣子 那所以呢 大家現在來看這個Magic Park 所以現在等一下來歡迎一下 我們的那個Alan 秉虎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Keycark SSO的部分 好 喂 喂 喂 有聲音嗎 喂 喂 有嗎 有聲音 好 喂 好 那我等一下就開始介紹那個Keycark 跟 如何用Keycark 接其他DevOS的工具 做一次性的登入 那今天的主題會分為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是介紹SSO 那再來就是介紹那個Keycark 這項工具以及它的優缺的介紹 那最後我會帶一個簡單的demo範例 那在開始之前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雖然剛剛我們Kory已經幫我介紹過了 那我現在在資冊會裡面當工程師 那目前主要主要做的事情是 後端Python的API開發 以及Kubernetes相關的系統維護 以及新工具的接觸及使用 那旁邊是我的TG 如果有要聯絡我的可以掃一下 好 那什麼是SSO 對大家而言不確定 嗯 知不知道什麼叫SSO 那 對我來說的話 SSO就是讓使用者能夠透過一次的登入 然後就可以在多個程序 即使用網站中自由流暢的切換 省去重複輸入相同的帳號密碼的麻煩 提供 方便快速 即安全的服務體驗 那我們為什麼會需要SSO 因為 應該會需要來源著的部署 那我比較一下傳統的 傳統登入跟我們引入SSO流程之後的差異 那以上是我們的傳統的架構 那一個公司裡面可能會有多個不同的服務 像是GitLab或者是NAS,以及我们的其他杂七杂八的系统 那这些大大小小的系统呢,其实账号密码都不一定一样 有的系统可能要求比较强一点的密码原则 那有些系统可能会使用的比较不安全的密码原则 像我们那个柴块系统使用了一个纯数字的密码 那我们今天如果引入了SSO的话呢 那以上这些密码呢,都不需要让使用者记忆 那我们只需要记住唯一的一组账号密码 而且这个密码呢,是可以被 可以引入我们的密码原则 增加我们系统的安全性 那我接下来会介绍关于SSO的授权方式以及协定 那SSO常见的授权方式呢 有以上四种 那前面两种是OIDC跟SAML 那OIDC它是基于OAV2.0的开放标准 来验证使用者的身份以及授权 那SAML的话呢,是交换安全性断言的方式 完成使用者的资讯交换 那LDAP跟CAS 这两个呢,一个是跟AD去串接 然后CAS的话是透过中央的管理 透过中央管理的方式来重导向 那LDAP跟CAS由于是比较常见的服务 那我这边就等一下就不会再介绍 那再介绍以下SAML跟OIDC之前呢 我想先对名词进行一下解释 就是让大家等等比较不会不明白名词的定义 那第一个是SP 那SP的话呢,就是提供服务的角色 那也可以称作是Resource Server 那在我们刚刚那个范例里面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的系统 那IDP IDP的话呢,是Identic Provider 那它就是提供身份验证的服务 那它也可以叫做Authorization Server 那IDP IDP的话,举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Google 那它可以 我们可以透过Google登入 其他大大小小的服务 那再来是Scope Scope的话呢 就是我们App请求的资料范围 那这些资料范围呢 包括我们的使用者的账号 以及Email 或者是他家的住址之类的 如果有的话 那再来就是ClientID跟ClientSecret 那这两个部分呢 是App跟IDP进行验证的时候 会使用到的资讯 就相当于App的账号密码 那第一个我会先介绍 叫SML的流程 那SML的话呢 它是交换XML格式的资料 进行验证 那服务端接收来自IDP的 SML断言之后 服务端接收来自IDP的SML断言之后 验证IDP的这些断言 那一旦验证成功的话呢 就会视为它这次是个合法的授权 那OIDC的话呢 它有很多不同 大大小小的Flow 那有些是已经 不被建议使用的Flow 像是InpliqueFlow跟PasswordGrant 那我等一下会介绍的 有AuthorizationCode的Flow 跟InpliqueFlow 还有Password的Flow 就是上面这三个 那第一个是PasswordGrant 那顾名思义 就是让使用者的密码 那账号密码透过APP 传到IDP去做验证 所以APP可以知道 使用者的账号密码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相对不安全的 因为你可以让 你的账号密码会被 有可能会被 第三方的APP去做记录 那再来的话 是InpliqueFlow跟CodeFlow 那这两个Flow的话 它们流程非常的类似 它们中间 只有一点点稍微的不同 那我等一下会做解释 那首先呢 是使用者向APP 要请求服务 那APP会透过验证 APP会验证我们的登录身份 向IDP去验证 那这时候如果没有登录的话 IDP会回传 要求使用者提供账号密码 那使用者提供账号密码完之后 会在IDP这边进行 账号密码的验证 验证完之后 我们这边会有 有可能会有这个使用者授权的 那个同意需求 那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的话 那通常的原因是因为 APP跟IDP 就是同一个都是同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省略掉这个过程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部分呢 是InpliqueFlow的部分 那在InpliqueFlow 做完以上授权之后 那个IDP会传送token到我们的APP这边 那APP会透过这个token 向IDP要求 它可以授权的资料 那最后呢 APP再回传使用者的资料 以及各项服务的请求 到使用者这边 那CodeFlow的话呢 它除了跟刚刚的那个很像之外 它中间多了一个要透过Code ClientID以及ClientSecret 去交换这个token的步骤 那这个步骤的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说 因为如果我们APP是 单纯的前端网页的话 那任何人都可以宣称它是 某一个APP 那这样子就相对不安全 那引入这个CodeFlow的话呢 我们就会必须要在我们后端 传送我们这些ClientID跟ClientSecret 去向IDP去做交换token 那这样子的话会相对比较安全 那以上这两个不同的协定 那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那OIDC的话呢 它是交换JWT的格式 那它比较灵活 那SML的话因为它 出来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它支援性比较好 但是呢它相对设定的话 比较复杂 那等一下我介绍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KidClark 难道是因为开源 还是因为它的安全性 那我们常见的SSO的服务的话 以SaaS或者是地端服务来分的话 我们会有以上这几种 那SaaS服务的话 有Athlin、Athin跟Okta 这几个常见的平台 那地端服务的话呢 有KidClark及Athia 这两个不同的服务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KidClark 是因为KidClark它支援 很多种的不同的协定 包括我们刚介绍的OIDC SAMO以及OAV2.0 那它也支援多种社群平台的登入 包括Google、GitHub 以及Facebook等等 那它同时也支援多个身份的来源 像是我们的AD、LDAP 以及我们的关联式资料库 那它同时也很容易扩展 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密码原则 以及登入画面 或者是服务去做不同的扩展 那KidClark讲那么多 它有什么优缺点 那与SaaS服务相比的话 它花费人力维护 以及监控的设定 那它学习难度比较高 因为它没有克服 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上网 寻找一些KidClark相关的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话 那与其他地端服务相比的话呢 因为KidClark它有比较多的复杂的微运及设定 但是呢 它有比较多的使用者社群 以及丰富的协定支援 那接下来会介绍 KidClark比较常见的彩坑的经验分享 那就是KidClark如果与AD进行同步的话呢 它的同步失败的讯息 只会出现在log里面 所以如果要找到那个KidClark的AD同步的失败讯息的话 没有API可以使用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跟Hubber系统进行整合的时候 因为Hubber系统的限制 原先建立好的使用者资料 必须直接删除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直接打掉重建 那还有就是我们KidClark既有的一些bug 那像是这个11990的话呢 它就是在Mac的Chrome系统上面 它的refresh token会失效 就是refresh token 原本的refresh token 应该是要在未来的某个时段之后才会失效 但是它失效的时间 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被设在过去的时间 所以它refresh token永远都是错误的 那这个已经在他们22版的时候已经修正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会简单的带一下 那个KidClark实际应用的demo 以KidClark串SonarCube为范例 那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话是基于Debian的系统 那上面已经安装好Dark以及Dark Compose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Dark Compose内容写了些什么 那Dark Compose呢 那这边我起了一个KidClark的服务 那它的账号密码呢是admin跟admin在这两行 那它的服务呢开的port是在80 那再来就是KidClark所使用到的资料库 那我这里使用的是PostgreSQL的15版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SonarCube 那SonarCube的话是SonarCube10版的部分 然后它的port开在9000 然后它登入的账号密码是admin跟password 那它使用的资料库是PostgreSQL的15版 那我们直接把我们的服务起起来 那我这个image已经预先拉好了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跳过那个拉image的过程 直接起起来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服务是 有没有成功启动 那我们的KidClark呢 它比较快启动起来 那我们可以先对KidClark做一些设定 那这里就是KidClark的登入的 管理员的登入画面 那我们刚刚的账号密码是admin跟admin 那我们就这样登入 那我们这边会先建立一个realm 那realm的话就是 它比较像是一个集团的概念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打demo就好 create 那我们这样就建立完一个新的realm 那我们这边先建立好我们等一下要接的那个KidClark的 SonaCube的client 那我们这边clientID打SonaCube 我这边会使用的是OIDC的方式去串接 那它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方式可以去串接 那这边的话是 这边我会选择用 authorizationflow的方式去串接 所以我这边要把这个authorization这个打勾 然后next 那这边的话填上我们等一下要 等一下SonaCube服务的网址 那我这边会先填 那这边是它的验证的那个URI 那我这边就填新号就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设置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SonaCube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好那它看起来已经起来了 那我们就登入一下 登入管理员的账号 那管理员账号是admin 然后密码是password 然后进来的时候第一次登入会发现有这个画面 是因为我使用了一个plugin 那这个plugin是OIDC的plugin 这样子我们才能使用OIDC相关的设定 那我们进到administration这边 然后打开我们的security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OIDC的plugin有成功的安装起来 那我们这边就开始做OIDC的设定 那我们要使用OIDC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enable它 那我们这边就打勾 然后这边的话是是否要启动自动登入的功能 但如果启动的话 我们就看不到刚刚那个登入的画面了 那我们这边issue a URI的话 我们从这边拿 在realmsetting这边 然后点开我们OIDC的endpoint 然后我们只要复制到这一串 从well known之前的这一串 复制起来 这串就是我们的endpoint 那我们贴在这边 然后储存 然后KindID的话 我们刚打收纳cube 那我们这边就打收纳cube 然后存起来 然后secret的话呢 我们在刚看的地方这边可以找到 找我们的收纳cube 然后credential这边 按这个copy 那他有时候可能会没办法按copy 那就点开来这样复制 这样复制 然后这样贴上 这样存起来 那其他的设定呢 其实不太需要去做调整 因为基本上OIDC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使用的是预设的设定就好 那我们还有个地方要做调整 就是我们的sonacube呢 预设的base url 不是我们的这个网址 那我们这边要 重新设定下的base url 在 在哪里 在这里 那我们就直接设定他的base url 这样储存就好 那我们怎么验证我们这个 是否成功的那个串接起来呢 那我们再开个浏览器 等一下 好 再开个浏览器 然后打开我们这个页面 然后发现我们这时候 就已经可以透过OIDC去做登录了 那么这时候按OIDC登录 好 那这时候就已经可以 这时候就已经串接完成了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并没有建立我们的使用者的账号以及密码 那我们这边就建立一个 那在我们的KickCock这边 我们可以点开我们的user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没有user 那我们这边简单的建立一个demo的user 那名字的话就随便 然后create 然后建立完之后呢 这个使用者其实没有密码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先给他一个密码 设定 那这个勾勾呢 是问你说要不要永久保存他的密码 如果没有勾 如果把勾起来的话 他下次登录的时候就会跳重设他的密码 那我们这边就关掉 然后储存他的密码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的页面 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刚刚的账号密码去做登录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SongerCube就已经完成串接了 那我们回来我们的KickCock这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哪些设定可以设定 那关于刚刚说的那个密码安全性原则 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authorization这边 然后policy这边 设定我们的密码安全性原则 那假设我们现在新增一个 最小长度好了 那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使用者 最小密码长度都要8 那我们就按储存 那我这时候 如果再改这个使用者的密码的话 我们去替他修改他的密码 假设我们随便打 不足8码的密码 那这时候按储存的时候 他就会跳错 他就跟你说密码 密码有密码的原则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修改我们的登录的界面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做修改 在这边 Think的这边 我们可以去做修改 那预设的话只有这两个 预设的话也就这几个 那这边就不做展示 等我一下 那以上是我的那个SonaCube跟KidClark的demo 那这是他的那个demo的GitLab 刚刚刚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放在上面了 那我再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平台的登录 登录的画面好了 那我们有一个服务 我们串接了很多个不同的服务 那这就是我们透过修改我们刚刚那个登录画面的部分 那我复制一下我的密码 那这样子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平台了 那我们平台有串接其他的服务 像是GitLab 那这样子我们刚刚透过一次性的登录 我其实已经登录完了 不用再重复输入我刚刚的账号密码 这样子就十分的快 他就带大家登录一下 你这样子整个Torchamp里面而看就非常舒服 然后就我们直接结构 不用再想说 我的密码要从不一直登录 就是这样 老公 因为我们这个登录好像压力有点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想询问 有没有问题 我们想要会不会感激怂 带一看我一定要登录 不好意思 那个因为刚刚我KickLock也是我去年铁人赛的题目 然后今年有把它导入到公司内部来尝试使用 那我们这边有遇到一些问题 主要应该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因为我们会用到里面角色的功能 那可能角色越加越多 导致它的Token变得非常庞大 然后可能在GateWay的时候就直接 要去调那个社群被挡下来 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个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遇到那个Single Site Logout 也就是SSL 那个单一登出的问题 就是可能在A应用登出 可能BCD应用 我们也希望它登出 然后这个坏的话 因为浏览器它在那个隐私模式的时候 可能那个第三方的Cookie 会相 就是不同导面会被挡下来 导致它这个部分功能可能没办法实现 或者是它那个Back Logout的机制 它在Timeout的登出的时候并不会去触发 那这块你们有相关经验吗 前面的话我们RAW的这个部分使用的比较少 那后面那个登出的时候 我当初在看的时候是比较偏向说 就是应该是各自的服务应该要各自去做登出 而不是让KitClub去维护这个Single Logout的部分 对 因为这也算是在OIDC里面有定义的一块 对 因为不一定是每个服务都有实作这部分 像就我所知道的GitLab 其实就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目前有些应用是希望这样子 有一些不希望 那这部分吗 因为我像它在设定画面有一个 是在Clime那边可以设定Logout的部分 对 因为那个如果设定下去 有时候可能就遇到我们刚刚那个状况 它可能有时候不起作用 所以你们就是都完全没有这个需求 我们没有使用到这个功能 OK 了解 好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